接着带你来看到大五卫生所从111年9月增设复健科门诊及设置复健场域 并有返乡的在地青年物理治疗师祝典 那么为乡亲们服务 而复健的治疗已经超过3000多人次 受到患者与家属的好评 而复健科的设置更让南回地区的民众 可以免周车劳顿到市区就医 究竟就可以享有复健服务 物理治疗师细心的指导病患 做腿部的复健动作提升腿部的激励 大五卫生所从111年9月增设复健科门诊及场域 并有返乡的在地青年物理治疗师祝典 为乡亲们服务 目前复健治疗已超过3000多人次 受到复健患者及家属的好评 这是脑梗塞然后好像是小小的中风吧 右手好像就整个就出来没力这样 刚刚好就来然后有复健科 然后来设备都很好啊 然后又专门的复健师就是蛮好的 基本上有中风脑伤出院后 然后去市区就医困难的病人 所以就可以就近来我这边做复健 然后有比较多从事农业工业的病人 所以有一些慢性疼痛 或者是骨科手术之后的病人 也可以就近做一些卫教跟运动的指导 这样子 以防他们未来再受伤 当然还是有一些退化的疾病 随着年龄增长 伴随长辈而来的退化性关节炎 中风等疾病造成长辈不良于行 复健就是在面对损伤或疾病 帮助病人尽可能增强 和恢复失能者的身体功能和生活品质 而大五卫生所复健科的设置 也让南回地区的民众 免于往返市区就医的交通困扰 究竟就可以做复健治疗 距离高雄 屏东跟台东市 都很远的距离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点的话 就可以让他们有一个 接受复健的一个机会 我觉得很好 然后如果搭配上 长照的一些交通服务的话 就让他们更方便 不是只有居家的长照介入 然后像其他的专业 也可以同时介入 就近做治疗 大五卫生所表示 复健科开设每月两整次 骨科四整次 从看诊日起30天内 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到下午5点 可接受六次物理治疗 像是电疗 热疗 超音波 腰部及颈部迁移基 低能量镭射治疗 及运动治疗等 让中风 慢性疼痛 职业伤害等有复健需求患者 可以舒缓症状 减少失能 就讲解大五卫生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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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